中国体操男队17号抵达巴黎 进行最后的赛前备战 队长张博恒作为全能项目上的重点选手 在去年年底时腰伤加重 导致其东迅受到了影响 在经过几个月的恢复之后 张博恒目前的情况逐渐向好 将在巴黎全力为奥运梦想拼搏 阿里亚斯巴黎奥运会 中国体操男队派出了邹靖元 张博恒 刘洋 肖若腾 孙伟 基本保留了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 继军的主力阵容 后部运动员为尤浩 蓝星宇 孙伟德 世聪 在结束了北京的封闭训练后 中国体操男队17日抵达巴黎 大批华人一早就来到机场等候 欢迎运动员们的到来 张博恒担任中国男队队长 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 他表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他非常激动 对比赛成绩也充满信心 首先是非常激动吧 因为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然后其实就是非常有信心 然后我们队伍也是备战得非常的充分 肯定是为了拿冠军而来的 因为我们的备战 然后一系列准备工作做得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的决心也做得特别的充足 男子团体和男子个人全能的争夺中 中国队也有争金的实力 非常的激动 然后很期待比赛 对这次的成绩有什么样的预期 肯定是希望我们的团体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单向 还有个人全能都希望有所收获吧 中国体操队队员抵达巴黎之后 会先前往距离巴黎 约300公里的训练营中 调整时差和状态 然后进驻巴黎奥运村 开启巴黎奥运会的征战 巴黎奥运会体操比赛 将于7月27日至8月5日 在贝尔西体育馆进行 方卫士李莫威莫叶 法国巴黎巴党